哈囉大家好我是吸血鬼祥林 好啦歡迎歡迎我們的吸血鬼世界的這個模組生存喔然後 上一集呢是說要養那個眷養一些動物進來對不對所以 我把我身上之前曾經得到過的那一些線剛剛好還有配上這史萊姆球我做了六個酸繩在這裡啦 那我原本是想要在這個地方嘛我從這邊下來的這是我的據點然後旁邊原本是 沒有挖開的我一把他挖開之後發現旁邊這邊原來有一條 矿道在這邊啊 這麼一條矿道那 基本上我有夜視效果啦我有夜視效果是不需要插火把的不過呢因為我 我現在應該還是按著F7的吧 我剛剛就是按著F7喔然後確定一下這邊到底是不是會有那個紅色的叉叉 像那個對面那邊喔全都是紅色叉叉我已經先把它封起來了 那這邊呢也可以繼續的再往下所以我到時候可能如果可以的話我就往下面繼續去逛 然後 只不過這邊的暫時是讓我要放動物的地方我就把它放在這一整條通道上面吧 我想應該可以吧 通道太大的話也怕他們會亂跑然後我現在也快要沒有血啊我弄這邊弄太久了也挖到一些鐵礦要拿去燒的 好我跳太高了 跳太高有時候有這種麻煩 那上面有一隻蜘蛛一直想要打我這邊有39個對不對39把他放進來吧多放一些煤炭進去 啊多的就放回去吧多的就放回去了 身上不太需要說帶著一堆的東西喔那骨粉倒還是有一些必要的 骨粉這邊應該還有 那個種田的時候會有用還有小麥要繁殖他們嗎 那這個之前的胡蘿蔔也有用啦 就可以拿來餵豬嘛當然我也要 出去外面種吧或者我應該在這裡面要弄一個農田喔 現在來說外面好像已經是一個 天亮的狀況對 所以現在我看到太陽還沒有問題 喔 喔 喔 我想砍他 砍死了砍死了喔喔喔喔喔喔天啊 天啊天啊天啊等級越高那個效果越強烈啊 喔我的天啊 我好像瘋起來了 天啊 原本上一次邊緣是黃色但是這一次邊緣怎麼變成灰色的 嚇死了那我快要沒血了那這個的話呢 是人類心臟 人類心臟的話呢就是打那個 哇 一次全滿耶 原來只要吃一下就全滿啦 那這個是打那個吸血鬼獵人嗎反正我現在要睡到晚上就對了 白天實在沒辦法出去 晚上出來也是很危險 為什麼因為晚上會捨很多怪在外面 可是我也只能晚上出來啊 然後我也有那個夜視效果F7我就先把它按掉好了 地上都是叉叉 喔謝謝鬼獵人好多喔在那邊 我還想要多帶一些動物回來但是動物的話 動物比較密集好像就是 要在我的 喔這邊有一些羊嗎 羊應該是被我吸過血的羊是在那邊喔然後我得打這一些啊 我得打這一些傢伙了 喔好多喔 這數量 這數量是不是好像變得比以前還要多的多了 先打再說了 喔對喔他們還不會打我 喔不過他還是掉了這個他是掉他的心 掉他的心臟啊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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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等級 還不會打我嗎 還是他們暫時還不打而已 去死吧 成功了成功了 哇你你的你的帳篷都蓋到水裡啦你睡在水裡面沒問題嗎 哇所以有這個的話呢 我如果沒有那個寶石度啊 我沒有寶石度可以直接吃一顆心臟 寶石度立刻全滿了 感覺還挺好的 所以我就多打一些這個吧打他們好像也不難 就是沒有經驗值可以吸喔 比較囉嗦一點 那綿羊是在對面那邊 喔我要先 總之還是得先帶一些綿羊回來啊 喔 喔 喔 你是從那邊出來的 哇粉末登場 哇你的登場模式也太酷炫了吧 喔我的天啊 我先把他的這個帳篷先打掉好了 也許他們就是因為有這個帳篷所以才會一直在這附近生的 啊 我覺得我這邊要電一下 喔 最近的喉嚨比較不好一點 不好意思 啊 因為季節有在變壞嗎大家也要注意一下身體喔 季節在變壞的時候特別容易感冒 啊我在這邊繼續打一下吧 看他看到我就會打了啦 看到我就會打我了 之前那幾個在發呆應該只是純粹是巧合 那我不用吸血鬼 我不用那個吸血劍打他們是因為 那個 用吸血劍打他們的話好像 反而會降低我那邊裡面曾經吸收過的量啦 我好多這個人類的這個心臟 這個還是先把它打掉吧 在我家附近還是不要出現太多這種東西 如果真的要打他們的話呢還是說比較到遠一點的地方再打就行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有帳篷所以他們會一直生喔 剛剛那個從天而降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對面還有一些殭屍是屬於我的夥伴們沒有問題這邊 不是殭屍啦 一些吸血鬼 我常常會把殭屍說成吸血鬼還有這個是有那個時效的啦 有時效限制的這東西 我現在到現在都還沒有那個還沒有餓肚子 代表說那個人類心臟真的是超級耐飽的囉 一定是這樣的 他確實是超級耐飽的 把一些不要先往裡面塞一下 這邊我剛剛不是有隻羊在這裡嗎 在這裡 我可以跳兩格高感覺真好 這個又5了 所以我再帶一頭羊在這邊 能帶多少盡量多帶一些吧 不過我上一集有說那個 羊補充的那個血啊一次可以吸的血呢並沒有像那個那麼多 奇怪去哪裡 並沒有像牛那麼多所以牛是一定要帶的 那雞是沒有辦法吸血的 雞吸血反而還有可能會那個 中毒 天 成功 哇有夜視效果感覺就是好 有夜視效果感覺真的太棒了 過來吧過來吧先帶兩隻這個回去吧然後慢慢的再來繁殖他們 那一開始還真的還可以就先吃這些人類的心臟來過活就行了 等一下 剛剛這個地上怎麼會有一個奇怪的影子 快點動作快點我們只能在晚上活動 不過也沒有關係啦 我們只要在棺材裡面睡一覺就好了 過來吧過來吧 綿羊們 綿羊們 我只要把你們帶回家 然後 當然最好的血液來源的是那一個 人類嗎 所以啦 我也可以去找一個村莊對不對 然後類似幫他們搭城牆 搭一個很大的城牆 然後 然後裡面呢只要多蓋一些 裡面只要多蓋一些那個房子啊主要是門嘛 主要是門多蓋一些 喂你不要跑了 門多蓋一些村民就會生很多 喔好會跑 來吧 下來 下來 很好 哇真的 要把他們從這森林裡面帶出來真不容易啊 而且我只能晚上行動還得 打一堆 怪 剛剛那個 畫面周圍全部變成灰色的我在想一定是說就沒辦法啦我已經完完全全沒有辦法 就是在白天在外面這樣一直待著 我已經走上完全走上了吸血鬼的道路了 我的房子是要從這邊下去的 哇他們一直在跟著我 現在的僵屍從遠遠 遠遠的就會看到我然後就要跟著我來 我這個入口是不是要弄大一點 下來吧下來吧 另外一隻也來吧 喔來了來了太好了 終於先有了這兩隻啦 其實我 可以不用帶這麼多酸繩的 不過我覺得 我因為等一下會到更遠的地方去有沒有我會帶更多的牛回來 你先進來進來 不要害羞了不要害羞了進來進來進來 往裡面帶吧 那這裡面不會生怪喔所以 我的吸血鬼夥伴呢希望也不要生出來 吸血鬼夥伴如果生出來的話對我來說也是一個麻煩 所以讓他們在這邊待著 然後這邊的話我就可以先暫時封起來了 我想要把這個這樣子擋著 這邊的話呢 我的柵欄呢 柵欄在這裡面 對吧 喔對 想說我的柵欄都去哪裡了 柵欄先擋起來 這樣就對了 然後我等一下要進去 這邊還有兩個小麥嗎 先來繁殖一下 繁殖繁殖 過來吧過來吧 吃小麥時刻到 繁殖時刻到了 很好 吸了一點經驗值 我們先從這種比較基礎的生物開始 之後我們再發展到那個 呃 飼養人類嗎 要這樣講嗎飼養人類 雖然我現在扮演的一個身份是吸血鬼 可是我本身也還是人類啊 說飼養人類這種話說出來還是有點 心裡有點怪怪的 喔果然這邊就不會再出現那個了耶 那個吸血鬼獵人喔 那之前在對面那邊好像看到嗎 喔對那邊還有 所以我們如果還需要這些心臟的話 我們再去對面那邊就行了 那有這些心臟的話呢 我要升到第四級應該比較容易一點啦 因為我只要 他幹什麼 我都沒有一些遠程攻擊的手段喔 我應該要 盡可能弄一些遠程攻擊的手段 哇現在天已經快要亮 天已經快要亮 那我能做的事情是什麼 我先把 到那邊去 把這邊的怪打一打 很好 有骨頭了 然後把這邊的苦力怕打一打 這苦力怕為什麼一直遠離呢 喔喔喔他好像又回來了 我看他真的只是在閒況而已 唉唷 殭屍村民耶 怎麼會有殭屍村民的 嗨 我這邊都還不用吸血劍喔 這附近的動物因為之前被有大肆的屠殺 其實已經數量已經越來越少了 所以我就盡量的 就不要再屠殺了 然後我還得控制一下 把這個再種回去 對我還得種一些胡蘿蔔的對不對 這邊剛好之前有打小殭屍得到的一個胡蘿蔔 喔 我真的需要一些遠程攻擊的手段 不然要打這些的時候 即便喔 吸血 天快要亮天快要亮 喔先回去了 我已經看見天已經 微微的 唉唷 我的劍已經壞掉了 慘了 我要再多做一些劍 這個傢伙 先不打先不打先不打 怎麼還有苦力怕 先把苦力怕解決掉好了 看一下 我的殺傷力好像真的有比較高一點了吧 有啦 一般這樣砍他居然就有10的殺傷力囉 那他原本的殺傷力是 加6攻擊傷害而已 可是我那樣子 隨便砍他就有10 所以我的攻擊力確實是有比較高 天要亮天要亮 我得先躲回來 害怕 害怕天亮 很好啊 那我先把 既然我在等待天亮的時候 我先把這些我的血 都注入到這裡面去 全部都注入進去了 然後吃一口這個 Good 再注入一些進去 然後倒進去 27再注入一些 全部注入進去 然後我再吃 很好 然後再注入回來 那這一罐又滿了 倒進去 我看那本書 我接下來要升到第4集的話 好像是要多少來這 70還是多少 喔不對我要100了 要100 現在連一半都還不到 沒關係心臟夠多心臟夠多就行 我們只要 吃些心臟 吃心臟這種感覺真的是 吃心臟感覺真的有點怪 不不不不 快點快點 哇這個感覺好像我自己的身體本身是一種轉換器啦 把人類心臟轉換成血液之後然後再注入進來喔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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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所以這邊最後一次把它弄滿 弄滿了 這個暫時可以不用吃了算了把它吃掉好了 這個只要放進去 OK了100了全滿了 全滿了沒有問題 所以我可以升到第4集了現在是天亮 我要先升到第4集對吧 先來升到第4集好了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操控天氣了 先升第4集吧 來吧 不要燒我謝謝 那我應該會學到一個 操控天氣的能力 還有這個可以變成那個蝙蝠啦 那這是regeneration是那個讓我的補血變快的樣子 所以我目前有了三個魔法 哇 那這個已經沒有用囉 這個就對我們來說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我們接下來如果還要再升級的話呢 像這個 他說 等級1到等級3的時候是使用這個東西 等級1到等級3的時候是使用這個 所以我們在等級3使用這個到等級4了 所以我們現在等級4 等級4開始我們要使用是這個東西 還要加上這個東西 那他要怎麼用呢 其實蠻麻煩的喔 他要用的方式很多說 而且我們還得到這個 這個叫做 純 純淨的血 我們要得到純淨的血 純淨的血的話就是要去打 那個 吸血鬼男爵 才會掉這個純淨的血 那這個純淨的血其實本來他有等級之分喔 像這個是純淨的血等級1 純淨的血等級1 純淨的血等級2 然後這邊還需要人類的心臟喔 所以我們在等級4的時候還不需要純淨的血 不過我們會需要5個人類的心臟 然後來進行這個儀式才行 要用這兩種 那在這裡的話他後面還有顯示他的排法 是要像這樣子來擺的 那等級4的話呢這邊寫的應該這全部字都弄在一起啦 不過他好像是說什麼 Pillar Blocks 他好像是說這個石磚要一格高 就要像這樣子排列 然後石磚一格高 然後把這一根東西放在石磚的上面 然後這個是在正中間 而且在排列的時候他好像還有一個限定是說你一定要 面對對 你必須要面對北方來建造這個東西才行 他指的可能是 到這個模式了啦 到我們目前 如果說 等級4還要再往上升好像還不需要 照這個模式來 我們只要先照這個模式來就行了 然後在這邊 等級9我們就會需要升到等級10的話應該就會需要這個東西啦 就會需要到那個模式2 等級9才開始需要到那邊 現在還不需要 反正我現在已經有了這些能力了嗎 我就看看說 我現在上去的話應該會受到一些傷害 又不是灰色怎麼變成黃色的 那如果我讓他下雨的話呢 果然天色變了 好酷喔呼風喚雨 然後還是會怕還是會怕我以為下雨就不會怕還是會怕 呼風喚雨有什麼用啊 而且他有一個冷卻時間啦他有一個冷卻時間 呼風喚雨 好酷喔不過 他說我只能在白天睡覺現在不是白天嗎 還是說 陰天不能睡覺 陰天不能睡覺 那我不是只能一直待在這裡面啦我根本出不去啊 對啊 他說我只能在白天睡覺現在是白天沒錯啊喂 大哥 大哥現在是白天啦只是下雨而已啊 我等一下看看能不能被他變成日出好了 我的天啊 然後我去看一下這裡面這個好了 我在想我應該可以吸他的幾口吧 所以這邊可以再補充一點 血進去了 然後我在這邊吸他的一口 因為這個有5嘛可以吸一口 所以這個有5也可以吸一口 這個有5也可以吸一口 但是要小心喔他 這個 他上面目前寫了entities blood有5 然後吸了一口之後他現在應該只剩下3啦 但是他顯示還是5 這點我就覺得比較奇怪一點 所以再吸一口他就會死掉 不能再吸了這邊要注意一下 我現在還沒有滿 就是說吸這個綿羊實在是太 太不行了 就是那個補充的太慢了我一定要有牛 然後最後是人類 那豬是多少就忘記了 再改一下好了 我看如果到晴天我能不能睡覺啊 陰天不給睡的就很奇怪 很好來 喔可以了 他陰天不給睡覺 還得在 大白天的時候才能夠睡覺 OMG 喔對喔 我還有那個 我的這個鐵墊要全部拿出來一下 因為我得做那個鐵劍嗎 說過了這個劍呢 只是在某些情況之下就是砍動物砍人類的時候才會把它吸的嗎 那一般在砍怪不要用他殺傷力沒有那麼高然後 那個血量好像也會不斷的 流失這樣子 就不太好了 嗯 好啦現在晚上又到了我們再一次的出門啦 我們要不要先把對面那個砍一砍好了啦我把對面 OMG 雖然說想要去砍對面的家伙可是 這邊的家伙不是那麼容易打 我在想逃跑嗎 對面的數量有點多而且還要越過這個 不過我的跳躍力現在很強 來吧 來吧我需要人類的心臟 我需要你們的心臟 掉人類的心臟下來吧 掉人類的心臟吧 沒掉 沒掉 這個人類的心臟好像掉落率也不是那麼高的 給我你的人類心臟 哇都沒掉 這邊還有這邊還有哇可是有僵尸 我覺得這個吸血鬼獵人呢還是得保留一些的他 不過我覺得哎呦他從天而降 這個又從天而降的 這個也來了 哇其實他們的攻擊力果然很強哎 我看真的要打他們最好是引出他們的帳篷不然的話他們的同伴都會從天而降 真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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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還沒有可以復活這些傢伙的能力 對不過可以變蝙蝠了 變蝙蝠的話會有一個麻煩喔 血量很少啊 大家看到血量很少 所以如果被弓箭手射一件大概就要掛了 不過我倒是可以直接變成一個蝙蝠那冷卻時間 好像也還是有的 是嗎他有冷卻時間嗎 還是我可以隨時再變回來 我覺得最好先停到這個下面然後變回來看一下 我變回來了 血是有點少 我還是先把這邊喝掉好了 我才可以補血喔 那那邊有一個吸血鬼 這邊的也都可以 收 收 收割了 喝啊我跳我跳 他剛剛有射了一件對不對 我可以過來喔 死吧 天啊 為什麼都刷這個出來啊 還好我只要兩件就可以把他給弄死了 一起死吧 多一點有多一點骨頭也不錯 我才可以 喔有這個 攻所以我也可以拿著攻來攻擊他們啦 喔啊 不過我要有劍 劍打他們也有 不錯耶其實 真的真的 我現在等級4的話呢攻擊力也蠻強的 夜市效果就一個麻煩 你不知道說這附近會有多亮 所以我想要說這邊也不太想要就是拼命的拼了老命的生怪對不對 我最好還是多差一點火把好了 所以我才需要按下F7才知道這附近哪裡會生怪哪裡不會生怪 目前還會生怪的地方有一大片啊沒關係啊 我們要趕快的再去再多帶一些動物回來 對 出發 所以應該要去往這邊 往這邊深處走會有牛在這邊嗎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好像沒有我們再來的路上嗎對我們再來路上好像這附近都沒有 所以我只能夠過這邊一直到這裡面去 才能夠看到有牛了 努力一點 哇要砍他們還真是啰嗦 我還不想要砍到羊的 他終於掉了一個心臟了 有心臟就是好 有心臟就是好 掉心臟的機率好低 這就是他這個帳篷了 最好不要在這邊待太久 以免又一個 他的同伴從天而降對不對 這個一定又是從天而降的 剛剛沒看到他 快走快走快走 哇哇哇 我總覺得我應該要隨身攜帶著我的棺材 在身上才對 炸吧 一瞬間解決掉一大堆 他為什麼看到我就跑了 苦力怕說怕我是不是 看到我就跑了 太神奇了吧 這我可以直接跳兩個高 這就是好處了 天啊這附近還有這麼多的 啊牛勒 牛勒 牛好像要真的要到很深處才有了 還好這邊的吸血鬼已經不會打我了 他已經完全把我視為他們的夥伴了 啊這邊先放進來一下 我把這個心臟抓在手上好了 這弓我剛是不是還要多撿到一個 欸我這邊總還有一個 奇怪的空格在這裡 也是帳篷 怎麼會這樣子 帳篷先丟好了 奇怪了 丟了之後這還保保存著 這帳篷怎麼還在 我的道具欄這邊好像出了個問題 是大概這個的bug吧 這個bug多少都會有啊實在沒辦法 我得吸一點血 不然我的 喔這個剛剛被吸過了 被我吸一下就死了 被我吸個兩下就死了 因為剛剛那個已經被吸過了 喔牛找到了 牛牛在這裡 可是要帶回去也是很麻煩喔 路上很多怪 唉唷 他都不會去幫忙打的嗎 哇這出門真是 這出門真是不簡單 耐久度看來也沒有很高喔 所以他應該很快又要壞掉了 天啊 喔 這邊還有豬 還有牛 有豬有牛 牛我還需要一隻 不是殭屍牛 不是吸血鬼牛 謝謝 我怎麼一直把吸血鬼講成殭屍去了 這邊還有那邊還有很多牛在那邊 可是我要把他帶回去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因為這個繩索一定會在路上不斷的斷掉 哇好多殭屍 好多殭屍 而且天好像快要亮了 天好像快要亮了 我有一隻豬已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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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失了 我遺失了一隻豬了 不過我現在也沒有辦法 帶一步回去 太遠了 太遠了 這路上障礙物太多了 沒關係我們盡量的把他再往這裡面帶啊 到時候再回來找他們 真的不行的話 而且我在回來路上好像會被其他的 其他的吸血鬼給偷偷的吸到我的這些動物的血 三隻豬目前還帶著 三隻動物目前還帶著 他們有時候不可能走上來然後線就斷掉了 很討厭啊 這個豬已經自由了 再把他鎖回來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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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到了哪裡了 好像有點遠了 我才在這裡而已 我要到這裡 有點遠 回不去了 天要亮了天要亮了 哇 我要被他們 要要要要弄他們這麼這麼的困難啊 這個豬目前血量是4 慘了天快要亮天快要亮 動作快動作快 他們如果能夠一直跟著我就行了 啊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我開始會受到傷害了 啊不過呢 我的等級沒有很高所以 所以我還可以撐一下我的等級沒有很高然後我又穿著這個 裝裝裝備哦所以還可以撐一下下 還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這個裝備的耐久度我不知道會不會一直下降啊蠻危險的啊你又掉下去了 哎呀 牛老大牛老大 還好現在等級沒有很高 還好現在等級不高 然後呢又加上有裝備 啊不然我就撐不過啦不然我就撐不過啦天啊啊去死去死去死 他終於又掉了他的心臟 我天 不過不是走那邊吧 對啦不是走那邊啦 那邊數量實在有點多還好不是走那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好了終於是成功的把他們給帶回來了我不能在外面繼續待 我就在想我不知道等級多少開始喔因為他說等級越高那個承受的那個太陽傷害會越高嗎 所以不太知道說等級從多少開始然後我就算穿著這一整套 我還是會受到傷害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許還是說穿著這一整套真的就完全不會受到傷害了這我就不太清楚了 哎進來啊 哎 他們兩個彼此卡住了 腦子要把這個先劈掉我的斧頭呢 在這裡 先把這劈掉吧 這樣就可以進來了吧 可以了 進來了進來了 所以我帶了最最好吸血的兩個東西回來了就是牛 呃把他往裡面再帶一點好了 之後呢我想要吸血就來這邊吸就對了 來 把線都先拿下來OK讓他們在這邊待著就行了 哎我還有一些小麥太好了 先讓他們升一下 然後我就要吸他們的血了 很好 真慘爆裹為什麼這個時候才有 可以吸他的血 再吸這個的血 我的血馬上就滿了 就是那個保持度馬上就滿了嗎 就是吸他們這個牛才是最快的 之後的話呢 我就繼續的再 看要不要把豬帶回來吧 我看是不一定有那個需要啦 比較重要的就是要讓他們的數量再多一點 然後現在我的等級也到4了嗎 那 呃 大家可能會說我能不能 就是一直變成蝙蝠還是什麼的 好像白天是不能變成蝙蝠的 試試看好了 喔還是可以的 白天還是可以變成蝙蝠的 只是 喔 對 可是我一出去我馬上又變成人了有沒有 我雖然說是可以在洞穴裡面 可以變身成蝙蝠啦 可是我一出去馬上就會被強制變回來 然後其他的 這個我也就還沒有用過嘛 這個是那個快速補血 我還沒有用過 因為好像還用不著 好啦 那不管怎麼說我看我這邊真的是有一點 小問題 這邊 哎 好像又沒事了 沒事了 沒事了沒事了剛剛這邊還保持這邊雖然是空格 但是他說我有一個帳篷在這裡 還蠻假的這樣子 好啦 總而言之 我終於是把動物圈養起來了然後我的等級也升到了4了然後這個已經沒有用了 哎 所以帳篷跑到這邊來了 這個是帳篷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帳篷 天啊 還丟不掉的嗎 還是居然丟掉我還會把它撿起來 喔 丟掉還會撿起來 所以這個帳篷的問題就在於說 我把它挖 我找一個坑洞好了 我把那個空白帳篷先把它給 往地上先放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它給蓋起來了 往那邊丟好了 丟到那裡面去算了不要這樣子 挖這裡好了 這裡面丟 往這裡面丟 去吧帳篷 再見了 雖然看起來不像有把它丟掉的樣子 但是他事實上已經被我給丟掉了 不會再撿到他了吧 好 那個空白帳篷就被我給丟掉了 那這一集就現在這裡結束了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